继续今天10点不一样精选生来看 在大通膨时代与其会赚钱 不如学会如何理财存钱 就有网友表示自己月薪9万 工作了两年竟然没有存到半点积蓄 同样是上班族有的就算是领高薪 却依旧存不到钱 到底要怎么存钱呢 来看看 我自己基本上有一个习惯是 每个月我都会设定好 自动转账点薪 我大概有三到四个户头 上班族Alan每月在发新日当天 都会遵照四个账户存钱法 薪水自动转账分配到其他户头 有效地达到储蓄目标 我每个月大概会有三成是放在 投资跟储蓄这一块 那我自己的习惯是 我会分四个账户 这四个账户基本上就会在发新日 当天用自动转账的方式 先提前把该分配的先分配好 剩下的才会是我自己 在休闲营销上面可以花的 所以这四个里面当然包含了 有经济备用的 然后理财储蓄的 第三个是固定支出的 最后一个账户剩下的钱 基本上就是我那一个月可以花的 Alan踏入职场后 就积极学习投资理财 研究如何赚钱存钱 不到二十五岁 就存到人生第一桶金 我是在工作第二年之后 存到第一桶金的 我在头两年的时候 有做第一个 当然就是主要是定期定额 那定期定额就是主要买一些 ETF相关的就是以股票为主的 那第二个东西其实就是会买一些个股 对 那个股之外 当然那时候也就 大概在一七八年就开始在看 加密货币的产业 对所以大概在工作一两年周期 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与其会赚钱不如会存钱 同样是上班族 有的就算领高薪 身上却没半点积蓄 往往在不知不觉中 陷入赚越多花越多的恶性循环 近日有网友表示自己月薪九万 每月固定支出四万五 加上出国旅游花费 工作两年后几乎零存款 而根据求职网的最新调查 也显示三十九岁以下的劳工 有超过两成是没有存款的零存足 而这个比例也叫前两年高 求职网调查更发现 把收入减掉支出后 有近四成的人出现财务赤字 已经连续六年恶化 职场专家分析很多上班族 就算在都会区工作 领取较高的薪资 但扣掉租屋外食费 娱乐费支出后 自然而然变成月光族 不懂的理财导致入不敷出 又有负债 整体来讲 我就是说还是要建议上班族 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财观念 也就是说毕竟要先考量 就是说收入要优先减去这个储蓄 跟这个投资理财规划之后 才是等于生活的一些开销跟支出 而且如果善用这种复利效果 投资理财复利效果的话 其实还是有机会可以这个小钱 累积成这个大钱 提早在这个退休之前 做好退休金的一个规划 零存款这个有很多人都会 我要缴房贷 我要缴房租 那我甚至就是说我的 我很多我天天外食 甚至我叫很多的这个外送平台的 每一餐都是吃外面 然后我还要休闲娱乐 那我甚至我还要出国去玩 那我又要缴保费等等的 很多时候你就变成 自然而然变成月光族 那你也觉得说奇怪 我也没有花什么钱 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花钱的方法 你根本都没有发现到说 你在消费习惯上 是不是有一些盲点 想摆脱新品足命运 理财专家建议 把收入分十等份 每月薪资一成当作保险规划 三成作为储蓄及理财 最后六成当生活费使用 专款专用 也可以依照个人经济状况 做比例上的调整 说六万以下的 我觉得你用一三六 这个原则是可以通责上去参考的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可以参考的 就是我们主机总处 每一年都会公布 在台湾来讲 平均的各个县市的生活成本 台北市差不多两万九左右 我的薪水如果是 差不多是五万块或六万块好了 等于扣掉这两万九的部分 你应该还要有三万一 可以来做你的这个 其他的不管是你去 厨蓄或者是去理财 或者是去做一些 比方说缴保费等等的这个开销 用这个来做一个基准 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参考 面对通膨高房价 如果不从年轻开始规划 做准备改变花钱习惯 现在的穷忙青年 恐怕成为未来的贫穷老人 TPBS新闻 黄冠伟德燕轩台北采访不到 国人平均余命变短连带的影响 劳退月退休金的清零时间 而这次国人平均余命 是因为疫情期间死亡 人数变多 才会一反常态 让平均余命变短 如此一来 从上次的24年变为23年 也就代表每月勤联金额 反而会变多 如果你的年满了60岁 你的工作年资 超过15年以上的话 你是可以勤联所谓月退休金的 如果是未满15年 那你只能申请一次给付 这一次的变动影响最大 就是这一些 可以领到月退休金的人 因为我们月退休金 会牵涉到过去 我们累积资金的投资绩效 再加上我们政府公布的平均余命 现行劳工60岁 请你劳退 是采用内政部最新公布的 国人检疫生命表计算 月领金额 对比过去几年 国人平均余命都呈现增加 但受到过去疫情影响 平均余命变短 从24年缩短为23年 23年当然是什么 你可以去申请月退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确实将来可能 过去的这一两年的 整个劳退金的投资绩效非常好 加上平均也没有缩小 所以现在看起来感觉上 现在看起来是因为 它这段时间 从今年4月1号 一直到那个115年 等于是116年的3月31号 应该是这段时间 其实申请月退的人 可能会比其他任何时间点 算出来的算法更有利 由于在金额不改变的情形下 请领月份也就是分母缩小 因此换算月领的金额就变多 再加上计算利率 也因为劳退新制基金 在过去三年收益率加 有0.987% 调高为1.1473% 因此如果劳工请领时 退休账户是100万元 月领金额约4117元 比原来约3472元 多出645元 如果是今年4月1号以后 才核发的新的月退休金案子的话 那就会照我们这次新的余命 来去做一个计算 那如果是在这个日期以前 就已经申请的月退休金 就案的话 那就是依照他当年申请的时候的 平均余命来做计算 劳退新制 月退休金额每三年 会根据国人平均余命 进行调整计算方式 但这次平均余命意外缩水 也让这次符合申请资格的劳工 月退休金变相领更多 我认为这是个例外 照理讲 以台湾的平均余命是越往 它寿命来越长 平均余命一定是会越来越长 所以照讲是大家领的钱 尤其是你活得越久 你在重新算你的平均余命的时候 你领的钱可能是会越来越少 但你一定领得到钱 你不会领不到 可是金额一定会越来越少 劳退月退休金的多寡 除了关系到每三年 平均余命的计算之外 还包含政府基金的收益率 应该两三年钱 有点政府的投资技巧不好的 那我那一年又多缴了 等于说我自己自缴的部分 又多缴10万块钱 但是到年底查的时候 是比全年的账务进来还少 我已经多缴10万进去了 还比全年少 就是因为那年投资技巧不好 通常情领的时候 劳工也会看一下 我们的投报率 比如说如果今年的收益 就是比较好的话 那劳工60岁的时候 他可以马上请领 然后他可以选择说 以后任何一年都来请领也可以 所以通常劳工会选择收益 比较好的那一个年度来申请 而劳退月退休金的利率 是根据新制劳工退休金 全年平均保证收益率 前三年的平均数为准 也就代表2024年启用的利率 是2021年至2023年的平均 劳退它是个人账户制 所以某种程度 它是有点强制储蓄 所以当你退休的时候 你的劳退的每个人都有个账户 你的账户里面有多少余额 这余额就包含你平常提拨的 还有雇主帮你提拨的 换句话说你可以领多少钱 就看你存多少钱 所以你如果存的钱不是很多 然后你又活得很长 那这一步后面你的钱就越来越少 老公只要年满60岁 工作年资也超过15年 就符合申请资格 不过要领得多 就关乎你何时申请 TV北新闻 徐坤山黄冠委 谢丹此台报道 TPOS月票上路之后 目前已经有19个县市加入 也推出各式各样的方案 但每年砸下90亿元的预算 究竟成效如何 尽管确实有不少开车骑车的上班族 转移到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其实有客与业者指出 方案应该要再更多元 去年TPOS上路后 确实让不少通勤族方便不少 更能节省交通费 因为不管你搭几趟 一个月就是1200块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4月份 608.9万人次购买 搭乘人更是多达了4.46亿人次 大众运输使用率成长了15.8% 更多达19个县市加入了各式方案 一年砸下90亿预算 这样的成效真的有显著吗 我们也看到这个像双北的各种运区 比如说捷运 公车 也都会成长10%以上 当然全部成长最多是桃园捷运 桃园捷运几乎成长50% 这个大概是我们预期TPOS最好的效果 就吸引私人运区 这个从我们的票证资料是看不出来 所以他是透过鸡北北达 他过去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就说你买TPOS 你原来没有TPOS以前 你是使用什么交通工具 回答是汽车的人 这个比例大概是7.5上下 从私人运区转移到大众运输工具 算是TPOS的终极目标 这才能真正改善交通 双北公共运输市占比虽然高 但是汽车占比 台北还是占了38.9 基隆54.5 新北市57.2 使用私人运区还是居高不下 因为在捷运公车的路线上 在转程接驳 对部分民众来说 依旧认为自己骑车开车更方便 另外有客运业者也坦言 推出TPOS利益很良善 但是受惠者有限 很难拉高使用者比例 基北北桃的量是最大 全国最大 那时候我们是光是为了 那个验票机软体程式修改 就费了很大的功夫 所以说真的 我们业者那时候也无力去配合说 要推动各种各种不一样的 如果说从台北市的重山区 到大安区上班 那他每天这样往返 两段票30块钱 那一个月做12天660 那这样他会觉得说他没办法受惠 那这样的乘客也很多 那所以我们 我最近也观察了一下 相关的酝酿 我发觉就是说 使用TPOS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人 最多的是在捷运 确实摊开每个月加值人次 从去年7月份来到了66.5万 10月份曾经冲高到71.2万 12月份又突破70万 但接下来都是停滞在60万人上下 大多是以北北基桃占大多数 只是看起来还是固定族群 虽然TPOS已经涵盖了捷运轻轨 台铁市区公车 还有国道公路客运 北北基桃交通网络已经相对完善 但是月票组合不够多元 又不断想冲高成效 各县市使用的人 还有运据都不同 再加上未来 如果台铁涨价 想要持续稳定推动定期票 各县市财务状况 会不会也成为一大问题 规划的谈期应该是在县市政府这边 我们欢迎各种的方案来提出 当然目前刚开始 可能是符合比较大众的一个需求 接下来可能会越来越精致化 多元化 目前的特别预算 是编列到明年底为止 一共有200亿的预算 就目前的状况来说 200亿的预算应该是足够的 不过我们现在也持续在滚动检讨 至于特别预算结束之后 那预算从哪边支应的话 我们大概会做一个评估 包括近期之内 我们会召集各县市政府 来做一个检讨 月票的政策推动 确实可以达到社会公平 交通平权的效果 让同情族在薪水不涨 什么都涨的情况下 还能有小确信 但还是要更全面性的评估 让大众运输工具 能发挥更大效益 TV新闻 林亚南谢伦 台北采访报道 在台湾看医生不只方便 还很便宜 背后是因为有全民健保 健保是财总额支付制度 也就是前一年会 偏好下一年的预算 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要服务越来越多的医疗项目 以及就诊病患 就让医护人员吃不消 总统赖清德就职演说 提到健保永续 特地从苗栗北上 管理的中医师工会 全国联合会理事长 詹永兆很有感 我们提供的东西 越来越多元化 甚至于很多新药 所以整个来讲 其实我们服务的 品质 服务的量 严大于原本的健保资源 健保如何永续 面对财务困境 长期打折支付医疗费用 让医界不满 随着癌症慢性病的增加 新药需要钱来买 健保总额制度 匡限医疗支出 让医疗体系心很累 他的预算是原本编列36% 那我们当然希望 他能提升到38% 当然你的医疗支出越多 国民的平均寿命就越长 整个总额制度 利益良善 但是99%应该要重新检讨一下 一早医院的挂号批价民众 络绎不绝 在台湾看医生很方便 也很便宜 全民健保明年将满30年 民众对健保满意度高 但一提到调涨保费 却是朝野都不敢碰触的议题 我们健保的总额成长率 事实上是赶不上 民众医疗的利用率 也赶不上健保新药跟新科技 纳入健保的速度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预算 追不上所谓的门诊的 民众的医疗利用率的 一个情况之下 那这个预算跟需求之间的缺口 就会越来越大 健保背后的隐忧 包括医护人员对工作处境不满 总额管制下点值0.8太低 也因为太便宜 有滥用健保的疑虑 OECD国家平均每人每年看诊7次 台湾却达到15次 当医疗利用率不断的提高 但是预算是固定的情况之下 那健保就必须打折给付 给我们医疗机构 那当这个打折给付 越打越低的时候 甚至不到0.8的时候 当然医疗机构的 不敷成本的状况 就会越来越严重 因此这几年 我们才会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医疗机构本身来讲 在本业事实上 有些医疗机构 都会开始落入所谓亏损的状态 那他必须靠什么 靠美食街 靠停车场 或者靠所谓的自费医疗 来弥补 因为健保收入不足的一个亏损 大家都已经 慢慢可以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医疗的支出 是投资不是成本 而且大家也体认到 如果我们要落实 所谓的 我们现在赖总统 2030年的 健康台湾的一个证件 我们一定要加大力度 对健保 对医疗的支出的一个投资 医改会认为 健保不公平收费现况 是由许多不公平的制度 叠加上去 对于增加补充 保费费率 益助健保财务 不应期望太高 增加这个公务预算的 益助也好 或者是调高保费 它其实都是来自于 民职民高 根据主力总处 所分析的民生经济的 七大指标里面 影响最具的 其实就是医疗保健类 那他们也有分析说 其实影响民生经济 医疗保健类 它最主要原因 就是来自于 去年所上路的部分 负担心智 我们民众其实现在 在负担这个医药费的部分 其实不太像早期一样 单纯只要负担健保费 林亚慧认为健保应该思考 前瞻性支付方案 重启支付制度检讨 研议改变医疗端 给付基准 取代现行论量计筹 健康台湾 其实它应该是要 积极扩大的投资健康 而非单纯仅投资医疗 尤其是我们目前的面临 超高龄 以及这个慢性病的这样子 人口的这样的一个 状况的情况下 其实提升民众的 自我健康照顾的管理 预防医学 以及慢病照顾 其实它的效果 会远比你只投入 这样子后端的 这个医疗照顾 来得更有效益 裁员不稳定 是现行制度 无法永续的最大问题 低价健保 恐怕引发医疗危机 TVB的新闻 陈尔翔王后 与台北采访报导 台北市的老年人口逐年增加 前两年是疫情的关系 疫情对民众健康 带来很大的冲击 所以这两年发现到 不少长者越来越重视 健康检查 而台北市的免费老人健检 我们带您一起来看看 北市卫生局开办免费 老人健检至今服务名额 2023年共5万475人受检 今年额度扩增至6万6040名 特约医事机构 也从54家增至62家 健检项目则除了脑肺 腹部超音波 经专家会议讨论后 新增骨骼激励 提供长者择一受检 今年78岁主女士健康检查后 回诊看报告 因为本身三酸甘油脂偏高 医师提醒务必要做好饮食控管 想了解自己身体状况 健康检查其中一个项目 选择腹部超音波 现在越来越多长辈会有点 透过口味相传的模式 所以越来越多人知道 这个北市政府推动的 老人健康检查 而且又是免费的 所以就会越来越多人来报名 像今年原本的名额 都已经使用完毕 现在是开放一些后补的名额 台北市免费老人健检 健检项目除了A组套脑肺 B组套腹部超音波 经专家会议讨论后 新增C组套骨骼激励 过去我们老人健检行之有年 在台北市有所谓的A套餐跟B套餐 A套餐就是新建图X光套餐 然后B套餐就是超音波套餐 老人家热爱什么 长辈们喜欢B套餐 所以B套餐是隔年可以选 今年更棒了 我们都会用选择叫C套餐 我简单的来讲 都是预防自己延缓失能套餐 为什么 因为它有车 鼓密度还有肌扫症 这个是老人家最需要的 因为老人家除了治疗疾病 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 功能 它如果功能维持住 就算它有十个诊断 五个诊断都没有关系 它有功能就可以有照顾自己的能力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 它有一个成人预防保健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再增加我们台北市 一些特殊的一个服务项目 来服务我们家的 我们的台北市的老人 那我们希望透过老人健康检查 提早预防延缓失能 让我们的长者更健康 那可以从这些筛检里面 赶快发现我们一些疾病 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台北市民可健检类别的资源非常多 包含国健署成人健检 预防医学有三段五级 骨骼肌力检查 属于第二段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可避免长者 像是骨质疏松 过早恶化 不只造福市民健康 也是公卫体系的正向介入 当然主要是台北市的老年人口 一直在增加 那另外因为之前前两年 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相信疫情 应该带给大家 健康很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长者在这两年 发现我们台北市的一个 老人健康检查的服务 第一个名额增加 第二个我们套餐也增加类别 所以相对 长者在做这样服务的部分 就非常的踊跃 所以今年度的部分 我们就扩增到 六万六千四十人 那因为市长也发现到 民众这么踊跃的 要使用我们的 老人健康检查 台北市的健康长者越来越多 台北市65岁以上的长者 越来越重视身体的健康 不管是在公园的角落 或其他地方 你会发现到 长者的运动越来越多 同时也非常重视身体的预防检查 台北市长者的健康检查 从早期一开始五万多人 增加到现在有七万多人 这就代表是台北市长者 对于这个老人身体健康检查的重视 对长者来讲 行动力就是健康力 也是长寿力 行动力取决于手脚健康 骨质疏松与否 因此对于老人骨质疏松 以及记忆力退化速度 绝对不可轻忽 唯有如此年长者渐渐 才能更健康更长寿 TVBS新闻李延志 焦翰文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